跟你讲一下我为什么鼓励你们去练习吹管 吹管有很多种 有一种像比方讲你在学校吹那个直笛 是你只要吹,吹就有声音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种为什么要学这样的吹管 比方讲它的发音 我这个是塑胶的了 比较好带 我没有带管体 太大了 这种的发音 比方小喇叭 小喇叭是属于什么管 小喇叭属于铜管 小喇叭属于铜管 萨克斯丰也是铜做的 铜很多 可是它是属于木管 为什么 因为它发音的震动的 我是这个芦苇维片的 实际上学生不懂 所以都是一开始就练吹 但它不懂 它不懂为什么这个乐器 这个乐器怎么会发出声音来 比方讲这个 这个是吹嘴 这个吹嘴 这是刚才讲的发音的竹片 声音是从什么 声音是要造成这个的波动 我们吹气 我们吹气是要造成这个发生波动 所以第一个声音是由它 由我们吹气造成它的震动 声音 震动呢 经由这叫吹嘴 这叫吹嘴 经由吹嘴的传地 到这个neck 这叫脖子 所以这个里面啊 就有几个问题了 这个你造成它的震动 这跟你吹一般 吹个树叶啊 或者吹什么 一样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 这是它震动出来的声音 这个声音传给它 传给它以后呢 你看这种脖子 它是有一个曲度的 是不是 这个中音萨克斯风的曲度比较小 高音萨克斯风的没有 直管的没有曲度 弯管的就有曲度 Tenor的低音 四中音萨克斯风的 它这个曲度更大 所以这个声音经过吹嘴给它 它造成声波的震动 或者讲共鸣 那这个吹嘴呢 很多吹嘴它里面有不同的设计 有不同的设计 有不同的设计 传统的设计呢 就是直通 就是说它不干扰 它不干扰你吹这个竹片 发出来的那个震动 而直接传过去 有些呢 它里面会做一些变化 造成那个气流啊 跟发出的声音 在里面会有其他的撞 撞击 而改变它的那个声波的传 传地 所以这个的功能在这边 所以那你看这边它中间有一个尖 尖隙嘛 中间有个尖隙嘛 它竹片跟这个之间有一个尖隙嘛 尖隙是让它震动的空间 这个呢 把它拴紧之外呢 这个是控制它 因为它里面是纤维 里面是纤维 是它的震动的长度 所以你这个拴到前面一点跟后面一点 会影响你的音色 那我们吹 怎么造成它的震动 你的气流是这样进去 直接进去呢 还是这个角度进去呢 打 因为你要打它 它才有震动啊 是不是这样子 用气流来打 来打它 所以你要抓一个角度 让它产生适当的震动 所以有时候高音的撞击点 跟低音的撞击点就不一样 高音的震动点幅度 跟低音的震动幅度就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放的是什么 放在嘴巴这边 所以跟它接触的是我们的下嘴唇 所以你的下嘴唇太松 它的震动不受控制 音准会跑 跑掉 你下面太紧太硬 它的震动受到限制 它不会得到完全的震动 所以要控制我们的嘴唇的柔软度 吹鼓点呢 它们是保持到一个定 一个固定的松紧度 一个固定的点 因为它们吹鼓点的在一个乐团里面 你个人不能有你特色的声音 大家声音音色是要一样的 可是吹爵士的不一样 吹爵士的每个人有它的声音 所以它们的嘴唇的控制方式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练 你要去控制 要去练习的 然后呢 你要用你的嘴巴把它包 把它包起来 上面是牙齿限定 然后用你的嘴巴 把这些空隙把它包 包住 不要漏 漏风嘛 是不是 可是你包又不能包太紧 你包太紧又限制到它的震动 你又不能包太松 太松气漏掉了 所以要去控制嘴唇 控制下巴 控制脸颊 然后呢 你吹这个的声音 你不能用 用冷的空气 这个空气很短嘛 是不是 而是要用什么 这个喉咙 你要练习喉咙开开 是 在这 这边都要松掉 这边都要松掉 要用哈的音 哈 哈 或者哈 或者喝 用暖 用暖空气的声音 对 暖空气的声音 所以 这个气流到这边了 这里产生一个撞 撞击嘛 声音的变 变化 是不是这样子 好 所以 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发出一个好的声音 为什么要练这些东西 因为 发出一个好的声音 最重要的是人 因为我们从发音 从推气 我们如果从这里推气 一直到它 我们这一段是很长的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推什么样的气给它 让它产生震动 又造成音色的差异 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 竹片 这个 这个你是用比较硬的 还是比较软 比较软 软的 他是用号码来分的 是有弹性的还是比较没有 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是芦苇维切下来的 这季的芦苇生长的好 它就好 这季芦苇生长的不好 它太干 就不好 以前一个盒子买进来 十片挑挑 可能只剩下三片 四片是好用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吹嘴 吹嘴 就是跟竹片贴不贴合 然后这个地方 进气的地方 是不是平整圆滑 会不会太厚 阻挡了气的进出 然后里面 里面的设计 里面是这样 里面气流进来 怎么跑 是跑这样子 还是这样子 还是这样子 撞上去再下来 这就是每一个 吹嘴的设计的差异 所以呢 告诉你们 我们刚玩萨克斯丰的时候 都喜欢换 喜欢换萨克斯丰 因为开始自己吹得不好 一定是这把萨克斯丰太烂了 要去买一把名牌的 名牌的 名牌的还是吹不好 到后来呢 其实在 其实在自己 然后重要的是这个 吹嘴这个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这个 那个 老师那那个竹片 就是越有弹性的越好 有弹性的 然后纤维要均匀 然后它这个竹片啊 中间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heart 我们叫做heart 它的直的以外 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心形 一个拱形的 一个比较紧密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heart 那个heart要很均匀的漂亮 那个是声音不会乱掉 它是集中在那个地方 要不懂 声音的核心 声音的核心在那里 所以经过这个Nake 传下来到比较大的那个管体 一般人都认为 那个是很重要 其实它管理的是什么 它管理的是音阶 你看哦 它这个声音下来以后 高音键的孔 是不是跟它最接近 高音键 因为高音的频率 你们晓得高音的频率是怎样 波长比较短 正幅比较大 正幅大波长短 是不是这样 低音的频率呢 正幅大 那个波很扁很长远 是不是这样子 正幅低 所以你越往下臂 你看 你这样子按的时候啊 你上面的开开 那是不是短 所以它是属于高 高高高高音域的音 因为你这边下来的就从它出出出出来了嘛 那你一直往下按中音的 你按按按按你按一半 左手的你按一半按住 那是属于中音的音域 你越往下全部都按住 等于说整个管体封闭了 它只从那个口出出气了 那个是低音 最低音 也就是说它整个震动的 震动的区域 那个路程非常远 是不是 所以低音很难吹 一般来讲 低音你吹的气量会比较多 高音也很难吹 为什么 因为你同样一个竹片吧 你吹高音你给它的气必须什么 必须第一个比较快 第二个是比较密集 我用你用很慢的气 这是很慢的气 用很快的气 声调就比较高 是不是这样子 你用比较宽的气 比较宽的气 比较宽的气 你用比较集中的气 声音就比较集中 这个都在我们 都在你吹乐器里 要去掌控变化 所以这个是你了解的这个 所以一支撒之风 它的管体有高音域 有中音域 有低音域 一般是从中音域先练 比较好练 那这个很有趣 比方讲 撒之风 比方他 我为什么说他要吹 四中音呢 比较大的 因为他人高 他讲话的声音比较低 低一点 他那么高的人 从这边到这边也很长啊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去推那个时候 那个 撒之风 第一个出来的声音 跟他自己讲话的声音 比较接近 他习惯 第二个 他这边推器的那个路程 跟撒之风的路程 比较相近 那圆豪他的讲话的声音也并不高啊 他的声音属于钟 那如果是女孩子那种娃娃音的 讲话起来是那种 这种音的 那一定要吹高音 就是说你选乐器啊 这种吹管的乐器啊 跟你自己的声音是有关 是有关 关系的 这是他跟人 他跟人的关 关系 所以他里面练的 刚才讲手指的松 手指的松 也是一样 你按那个键 每一个按的键 每一个撒之风老师都会教你 手指放放放放松 手指放松 可是练习的人呢 开始都不会放放松 都不会放松 你要去很用力的按 按按按那个键 好 所以里面你会练习到你全身的控 控控控控控控制 好 所以那个气的运用跟练练习 你们拿去练 吹不吹的出曲子 多久能吹曲子 你懂不懂乐理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以后有兴趣了 你可以学 可是我们现在学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你发出一个漂亮的声音 你发出一个漂亮的声音 那就是你自己的控控制 自己的控制越好 出来的声音就越漂亮 像冰犬女儿是吹小喇叭 小喇叭也是 小喇叭发音是靠嘴唇 是不是 嘴唇的 我们一般人没有常常练 不会 是靠这个 他是靠这个 还是一样 他也要去练他的嘴唇 练他的 所以吹管乐器 有这些特性 有这些特性 懂得吗 那明德建议是 木管的面型会比铜管的还好 铜管声音太大了 其实小喇叭你吹得好也很好听的 那现在吹那个 trombone的比较少 也很少人教 那也很很大 是不是 萨克斯丰 一般现在 在台湾萨克斯丰 已经比较普 普及了 台湾是生产萨克斯丰的基地 所以教萨克斯丰的老师也比较多 一般授课 也比较收费也没有那么贵 不像钢琴那样贵 只是这个是消耗品 竹片是消耗品 稍微贵 也没有很贵 要不懂 就是我们从知道他怎么运作 开始我们要去跟他配配 跟练兵器一样 这个兵器是什么东西 我要我要怎么用 要不懂 你吹这个就晓得 他这个发音的地方是在哪边 跟我们练拳啊 发力的地方是在哪 传导的地方是在哪 传导的地方是这个 共鸣的地方在哪 共鸣的地方是这边到管子 所以吹萨克斯丰有一种 听出来那个声音啊 他只有这个nake的 他只有这个竹片的声音 那个声音就很扁不好听 就是听那个黑人吹那个 吹 有吹很久的人吹 你会听到那个管体的铜材 那个材料本身震动的声音 他除了竹片声音以外 你那个气很饱满嘛 气很饱满的灌给他 那个管体本身会震动 所以他为什么用铜呢 而且最好的是黄铜 因为他的振动性好 所以为什么吹 他是低音最好听最漂亮 因为他一直到底 他整体的振动 那个长 高音为什么会刺耳 因为你吹的不好 他振动的少 短短啊 他直接从这个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练东西是这样子的 我们练东西是这样子去了解它 去让我们自己去练习 去练练习 怎么样我能够把它弄好 你自己要改变的地方就非常多 自己要改变的非常多 所以开始吹要有耐性 因为前面一段时间会很难听 凌军也要有耐性 凌军也要有耐性 这个是 这个是我跟你们讲 你们不一定吹这个 像书伟吹笛子也是一样 笛子你不管是有笛模的 没笛模的 笛子是边人发音 就是那个孔的边发音 跟我们吹那个瓶子一样 它的发音方式是那样子 那同样的啊 你还是嘴唇的松紧度啊 你形成那个出风的那个强弱啊 宽窄啊 出风的角度啊 跟那个边的角度啊 你都要控制啊 是不是 然后吹出来能不能造成那个 竹子管体的震动啊 自己的控制都要非常好 啊 你们练拳也是一样的 发力点在哪里 传导的是哪里 最后产生共振的是哪里 好的吗 所以为什么要放松 放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放松比较能够产生共振 太紧很难共振 太松也不行 太松也是共振不起来 好 吃饭 好